以赛亚书第37章 西西加王听见了就撕裂衣服 披上马布进了耶和华的殿 他差派管家以利亚靖 书记舍伯纳和祭司中的长老 都披上马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 他们对他说 西西加这样说 今日是极难、责罚和凌辱的日子 就像婴孩快要出生的时候 却没有气力生出来一样 也许耶和华女的神听见拉伯杀鸡的话 就是他的主人亚述王派他来辱骂永活的神的话 耶和华女的神会因他所听见的话施责他 因此求你为余生下来的人献上祷告 西西加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 以赛亚对他们说 要对你们的主人这样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不要因为听见亚述王的仆人 亵渎我的话而害怕 看哪 我必使灵进入他里面 以致他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 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 拉伯杀鸡回去的时候 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 原来他早已听闻亚述王 把营离开了垃圾 亚述王听到关于古石王特哈加的报告说 他出来要与你征战 亚述王听见了 就差派使者去见西西加说 你们要对犹大王西西加这样说 不要给你所倚靠的人欺骗你说 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里 你必定听过亚述猎王向列国所行的 就是把他们完全毁灭 难道你还有救吗 我列祖所毁灭的国有 哥撒、哈兰、利瑟和在提拉撒的伊甸人 这些国的神曾拯救他们吗 哈马的王、亚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 现在都在哪里呢 西西加从使者手里接过信卷 读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 在耶和华面前把信卷展开 西西加向耶和华祷告说 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坐在二基路伯中间的 唯独你是地上万国的神 你创造了天地 耶和华 求你侧耳而听 耶和华 求你开眼查看 要听西拿吉利的一切话 就是那拆派使者来辱骂永活的神的 耶和华 亚述猎王果然使列国和他们的土地变成荒凉 又把列国的神都扔进火中 因为他们不是神 只是人手所做的 不过是木头和石头 所以他们就灭绝了他们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现在求你拯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 是地上万国都知道 唯有你耶和华是神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派人去见西西加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因为你向我祷告关于亚述王西拿吉利的事 耶和华就有以下的话攻击他说 喜安的处女藐视你 吃笑你 耶路撒冷的女子在你背后摇头 你辱骂谁 亵渎谁 你扬起声音 又高举眼目 要攻击谁 就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 你借着你的臣仆辱骂主 你又说我率领我众多的战车上了群山的高峰 到了黎巴嫩极深之处 我砍伐其中高大的香薄树和加美的松树 我去到极高之处 进入肥田般的树林 我挖井河喝水 我用我的脚掌踏干埃及的河流 耶和华说 难道你没有听见古时我所安排 往西所计划的吗 现在我才使他成就 使坚固的城镇荒废 变作乱堆 因此 其中的居民软弱无力 惊慌羞愧 像田间的蔬菜和青绿的草 又像房顶上的草 还没有长起来就干娇了 你坐下 你出 你入 你向我发烈怒 我都知道 因为你向我发烈怒 又依你的狂傲 达到我耳中 我要把钩子放进你的鼻孔 把绝环放进你的嘴里 使你从你来的路上回去 西西家 这要做你的兆头 今年你们要吃自生的 明年还要吃自长的 后年你们就要撒种 要收割 要栽种葡萄园 吃园中的果子 由大家所逃脱的渔民 必在向下扎根 往上结果 因为 余下的人 必从耶路撒冷出来 逃脱的人 必从西安山出来 万郡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做成这事 所以耶和华 这样论到亚述王说 他必不会来到这城 也不会在这里射箭 不会拿着盾牌 来到城前 也不会逐土壘攻城 他从哪条路来 也必从那条路回去 他必不得进入这城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 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 必保护这城 拯救这城 于是耶和华的使者出去 在亚述营中 击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到了早晨 有人起来 所见的都是死尸 亚述王西拿基里 就拔营离去 返回本地 住在尼尼维 他在自己的神 尼斯洛庙里叩拜的时候 他的儿子亚德米勒 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 然后逃到亚拉拉地 他的儿子 以撒哈顿 接续他做王 请不吝点赞